Tara Tara Tara就是什麼意思呢? 請看開設 首先我們來念喔 前動作が完了した後 後動作をすることを表す 什麼意思? 前動作 前動作指的是 Tara這個詞的前面的句子 前面有一個動作 前面的動作 完成 完了就是完成的意思 完成之後 完成之後 後動作をする 做出後面的動作 後面的動作指的是這個 Tara 有一個意思就是 前面的動作結束之後 接著做後面的動作 是這個意思喔 OK 那要怎麼做呢? 請看作り方 はい 這麼簡單 たべ たべたら たべたら 好 的確 たべた就是 たしん 對嗎? 還有嗎? うん 勉強をします 主要提到シマス的部分喔 シマス的他詞是什麼呢? し たら 對嗎? 所以這個是屬於第三類動詞的部分喔 好 那按照這個法則 我們看看例句喔 我們看例句的時候 特別請留意 たら 什麼什麼 ら的前後的關係 OK 第一句 冬になったら スキをしに行きましょう 喔 你看喔 冬になったら 請大家猜一猜 なった 原本的動詞是什麼呢? なった的動詞 好 那我舉 原型喔 次數型喔 就是 なる 對嗎? なる 意思就是成為或者是變成的意思 對嗎? 成為或變成喔 OK 意思是 變成 冬天 之後呢? 之後 怎麼樣呢? スキをしに行きましょう スキを 滑雪 しに行きましょう 去 去的目的就是 シマス 對 去做滑雪的意思 滑雪的意思 OK 這個文法 大家有印象嗎? しに行きます 這個就是這樣子的構造喔 シマス OK シマス就是做的意思嘛 所謂的中文的做的意思 那シマス改成 しに 對 用に這個字 後面加個 行きます 行く 或者是 きます くる 這些動詞 意思就是 他 去 來 的目的 是什麼呢? 目的就是 前面的這個動詞 的意思喔 所以 に 他的功能 其中一個 就是 目的 目的 好 好 反正 話要回來到重點 意思就是 冬天 來到的話呢 來到之後 我們去滑雪吧 的意思喔 好 那我們看看 例句二 我們先 一起念好嗎? 新作品ができたら でき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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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成 できたら 他新家ら 的關係 好 所以呢 新的作品 做出來之後呢 做出來之後 會怎麼樣 私にも 見せてください 見せてください 就是 給我看 給誰看呢 就是 確實是 給我看 私にも 見せてください 這邊說的 も 就是 像中文的 也給我看 也的部分喔 OK 好 那我們看一下喔 例句三 空港に着いたら 電話 してください 空港に 着いたら 着いた 它原本是什麼呢? 着く 着きます 着く 第一類動詞喔 還記得嗎? 到機場之後 做什麼呢? 到機場之後 請 打電話 馬過來 的意思 OK 不可能 到機場之前 在飛機上打電話嘛 所以呢 這邊用的意思 確實是 前 後 的關係 到 這個 發生 這個事情之後 做 一個動作 那我們 看看例句四 資料が 準備できたら 開議室に 持って行きます 好 資料が 就是資料 準備できたら 準備好之後 準備好之後呢 開議室に 倒會意思 持って行きます 拿去 的意思 持って行きます 它用 定型來接的 意思是 拿去 的意思 兩個動作 並在一起的時候呢 前面的動詞 就變成 定型 用定型 來表示的喔 可以嗎? 好 那這邊 說的 できたら 它原本就是 でき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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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完成的意思 意思就是 資料 準備完成之後 我把它 帶過去 是這樣的句子喔 前後的關係 已經搞清楚了嗎? 以上就是 たら 的重點解釋 是